身為賭王之子的賀猶君 可以說是贏在起跑線 被譽為數學天才的他 畢業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用三年時間就讀完四年的本科課程 之後還獲MIT金融碩士取錄 被封為MIT史上最年輕的金融碩士 不過人紅自然是非多 有網民質疑他學歷造假 日前賀猶君接受訪問時 自爆當年沒有入讀碩士 他說其實他沒有完成研究生 他是本科畢業的 他還說他是最年輕的金融碩士錄取生 他考到但他沒有去就逃了學 賀猶君否白自己當年決定退學 是為了去創業 但家人就不支持 媽媽梁安琦還反對 賀猶君就和媽媽打倒 說在28歲前創立一間上市公司 而他當年來都靠著自己的努力 在29歲的今年 成為了亞洲最年輕的 納斯達克上市公司創始人 1月1日